大家好 我們是春節特派員 我是宜歡 我是霍兒 我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一個 非常特別的春節旅遊景點 那就是 猴豆的貓社區 廟屋 沒錯 聽說那裡是非常多愛貓者的天堂 而且很多人喜歡在那裡拍照 很多作品都是在那裡拍出來的 而且火車也可以到達 你在春節的時候 就不會有塞測問題 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走吧 GO 沒錯 今天我們的第二個提案 就是前往台北郊區的 猴豆貓社區 此地區是日居末期 到民國七十年間 全台產媒量最高的地區 可以說是台灣文化古城 電影《道桑》還有多部的MV 都是取集於這邊 而且要到猴豆貓社區 只要踏乘火車就可以輕鬆到達 對於過年不愛塞車的民眾 可以說是最棒的選擇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車程 我們終於到了猴豆火車站 而且你看一出來 然後就會有跟貓咪有關的東西 有關的指示都在這裡 而且聽說繼續走下去 就會有貓生的指示 活動出展之後 旁邊的紅色天橋 就是通往貓社區的地方 而車站的周邊 也都以貓咪為主題作為設計 這全是因為之前部落客 貓國社福人出了一本貓咪的 設計書 讓這一區的流浪貓聲明大噪 當地的居民也開始妥善地 照顧貓咪們野貓也陸續地聚集 而成為現在的貓社區 我們現在是在阿伯阿嬤聊天區 而且你看那些貓有分地區 有不同個性耶 有很害羞的很輕人的很活潑 還有很慵懶的 我今天剛好有帶相機耶 那不然我們來比賽 看誰拍的貓照片比較漂亮 好啊 我又不覺得輸你 在喉洞的兩人 決定以比賽拍攝貓咪寫真 來作為這次旅遊的重點 在這邊聚集的貓咪大多不怕人 而且還會主動跟路人撒嬌玩耍 不過在此提醒大家一下 來到貓社區 不妨先在路口買一隻動貓包 更能夠吸引貓的注意喔 這樣想要捕捉貓咪可愛一面的機會 也會更多 不過拍了許多相片的兩人 似乎還發現一個特別的景色喔 這邊還特別問貓 貓作為一個醫療照顧獵館 布告籃耶 真的耶 而且他們除了結紮以外 他們還有除蟲 還有打預防針耶 這裡的居民對這些貓 也太照顧了吧 我媽從小到大 沒有這麼照顧我耶 真的 對了 我們剛剛不是說好比賽嗎 對啊 而且我們... 可是我們沒有說好治療幹嘛 輸啦 輸的就請贏的手機 幹嘛 好啊 就這樣決定 你就先把錢準備好 貓兒看你這麼的自行 還不要到最後獲勝的是一歡 而不是牛 經過了一個下午的嗨車 到底兩個人拍到哪些厲害的作品呢 你拍怎麼樣 我剛剛真的拍到一隻超強的 真的就是貓界的貨兒 超帥 很弱好不好 我剛剛拍到一隻超級肥大波斯貓 他這樣子這樣走路 然後看起來超像人的 我小弟 我剛剛就是拍他 我小弟我拍兩下 他就直接跳上來 真的他還給我拍 我剛剛把一隻貓 拍得很像一隻老虎 真的想要鋪上來 然後不然好了 我們不要吵 你看小弟來了 好不然我們請阿湯 幫我們看一下 好阿湯 好啦你們不要吵了啦 我們就把照片帶回棚內 請主持人跟大群哥來做圖照 也是可憐 這個方法還不錯 好啦不然就這樣決定 可是我覺得還是一定我一次 沒有 我覺得我... 好啦兩個人不要吵囉 究竟誰才是這一次 貓咪攝影大賽的冠軍 我們就由棚內來大家評開囉 經過今天的介紹 大家對於貓社區 是不是有更是一層的了解呢 在這裡提醒大家 要離開之前 不要忘了去活著在旁邊 老子豪的麵攤 好好品嘗 到底台灣古早好味道喔 哇 你們倆還是要PK是吧 對啊 要拍一些照片 還做成 大成本 對啊,大成本 出來嗎 對 他們選了自己拍的最棒的一張照片 新鎮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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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看看啊 好,音樂新鎮貓先看霍爾的 好啦 一、二、三 主角是船嗎 他站起來啊 不是啦 這個是有一點動態 就是要... 他只是捕捉他那個就是 抓那個魚的畫面 可是這個畫面真的很難拍 因為他們其實 很難拍嗎 這是真的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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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其實那個時候剛好 是因為有機會 剛好有居民他們要拍 然後他們就先把魚釣在這邊 然後我們就跟著一起撿便宜 就跟著拍一下 你如果在貓的正面感覺他在 我出文了 對啊 這樣 很高 OK了 競選的時候可以拿這個出來 對啊,站得亂停 來,公開頭 抓魚的瞬間 好 好,來,接下來換一歡啦 這整個大特型 這怎麼回事 這是好奇 反了 反了,反了 反了,拿錯了 應該是怎樣 是褲子吧 其實都可以吧 不是啦,剛剛這樣吧 不是啦,剛剛這樣吧 不是啦,橫的啦 這樣嗎 這是什麼 這是他在幹嘛 填舌頭嗎 他在舔他自己的毛 然後我是從下面然後往上排他 然後就橫進來 就很可愛 我覺得請特別來賓 艷莉,你覺得看了 你覺得這兩張 你覺得哪一張比較OK 那要書裡面的耶 我喜歡一歡拍的耶 我覺得好有想像力喔 就是照看之下 你就會知道說 牠是一隻非常非常非常可愛的貓 牠好像在吃什麼東西 牠在舔他自己的貓嘛 牠在舔自己的貓嘛 整理啊,梳理貓 對不對 艾可呢 哪一隻看起來比較好吃 我也是喜歡一歡 比較可愛 美食部落客有沒有 他也是喜歡一歡的 因為牠有帶到那個藍天 然後鏡拍那個光影逆光的感覺 很可愛 有那種舒服、慵懶、可愛 偶像劇般 帶點夢幻的感覺 然後霍爾這張就是 為了生存而掙扎的感覺 對 為了師不合理 大家看這個對不對 對,而且這個如果再陰暗一點 就像貓變啊 對 有沒有,就有師變的感覺 好,那就是一歡勝利啦 Yeah 對不對 恭喜牠可以得到 小魚乾一份 好,謝謝 貓的小魚乾 好,謝謝 謝謝兩位 不錯